看到这个画面是谁的DNA蹦了 这回玩弹球机的孩子长大了 用乐高做了一个弹球机 今天大师们要做一个乐高GPC 让小球以各种天秀的方式 从A点跑到B点限时10小时 兄弟组准备创造一个 本来就属于小球的世界 弹球机 小时候危机客的断网霸主之一 就是这个三维弹球 玩过这个游戏的都知道 小球是有概率直接从中间溜走的 如果球刚放下来就溜走 那整个机器就变成一块单纯的大斜坡 他们的用专量超大 整台机器和现实中的弹球机 近乎1比1 前面还有输入小球的履带 履带上的小飞船不停往返 游戏面板上设置了弹球杆 碰撞杆以及很多障碍物 试图让小球在弹球机里停留更久 最后小球会掉入履带 跑进下一个作品 弹球机的色彩和线条处理得非常干净 就创业来说 弹球机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品 小球非常配合地在弹球杆上弹了几下 风神这个词我不常说 但这段真的是太棒了 机友组把乒乓球设定成一只失控球 从建筑工地跑进城市里 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他们上半场中 赢下了本季目前最有用的特权 半小时的Brickman技术咨询时间 之前什么提前选图 提前搭建的特权都太弱了 他们此时需要一个能转动的塔调 于是使用了特权召唤Brickman 虽然不能直接用Brickman搭好的东西 但他们可以照着复刻 就这样30分钟后 他们拥有了一个完美的小塔调 机友组的成品 这可能是我目前看过 故事性最好的GBC 工地吊机掉落了一颗大球 球不小心滚上了传送带 溜进了城市里 球在街道上像无头苍蝇一样 冲撞行人 最后掉进了一个没井盖的地洞 滚进了地铁里 然后通过地铁站的自动扶梯 离开了这座城市 去上一边 好 远远 图事结构很紧凑 顶级巧思 完成度极高 忘了说了 因为他们是上一级的冠军 手里有太金砖特权 所以他们本来今天就算打火柴人 也不会被淘汰 但依旧做出了自我超越的成绩 下一期